把你的新制图打开开一张新的工作 新的新制图 开张空白的新的新制图哦 我把画面还给大家 今天的操作会比较多 比较多时间给各位操作 好那请你 请你先 把你这个空白的新制图 先加三个分支 第一个就是支 第二个就是施 第三个就是行 然后把你刚刚听到的你 觉得支要写什么 施要写什么 行要写什么 就加在第二层自己数记一下 这样比较 等一下写的时候比较不会失去比较不会中断 看一下 新制图有一个好处了 新制图不是一个单纯的学习工具 不是 他没有那么 那么low 他是非常高层次的 他是可以把你的脑袋里面虚无缥缈的 那些概念的意念 可以转化成具体操作 利用具体操作来把你的想法给 给整理出来的一个很棒的整理想法的工具 那人很奇怪 你还在脑袋里面想的时候就是一团乱 但是当你把他有一个格式的东西 比如说曼陀罗或者新制图 当他有这个格子有这个分丝给你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怎么样把你的东西给 下载到你的纸上面 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 就会开始会有很多想法 所以那个第二层 第二层就是你先注记一下你刚刚学到的 知识是什么 要就是要知道什么 然后 要考虑什么东西 要想什么东西 然后行要做什么事 你先把它注记在第二层 画面广播一下 各位把那个等一下把那个作业的 作业视窗打开来 今天有四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就是我们现在要练习的这一个 叫知识型的新制图练习 然后所以你要等一下要选一个你想练习的议题 或是观点 或是某个理论 或是什么任何你想 想了解的的点就对了 然后利用知识型新制图去 产生自己的智慧跟行动 那这边有举例了 就是长相类似这样 我是用我们昨天 的那个十个社会效应里面的其中一个 叫蝴蝶效应 所以你学了蝴蝶效应之后 你已经知道蝴蝶效应之后 你就把你知道那个蝴蝶效应的 它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可能是代表什么意思 或者你自己的 自己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都把它写在这边 你能尽你所能的去理解 各方向去理解 这个蝴蝶效应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论点是什么 然后在诗的部分呢 那个S-Mine里面 要拉远拉近 你按着Ctrl跟滚轮滑动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原理呢 你把它清楚的写在这边 然后再来呢 你 你自己的 跟你的关系 你诗这边要写 跟自己的关系 或自己的理解都可以了 这理解应该是要摆在上面 应该 这个应该是在上面 之包括呢 你从外面学的 跟你自己对它的解释 这个都是属于之的部分 好 然后呢 你就想跟你的关系 哪里可以用的地方 比如说 教学上 像这种有结构的科目 比如说渡学 它的基础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的基础一定要很稳固 你上面的学习才会 轻松愉快 那如果一开始的基础 不稳固 会有很多那个迷失概念 那日后会扩大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跟你的 跟你的教学很有关系 那所以我会 我就会想说 那我以后是不是在重要概念的部分 我就要去制定很清楚 清晰的步骤的要求 让他把那个基础架的很稳固 这样学数学就会 比较轻松愉快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想法部分 那像班级经营的部分 比如说 虽然感觉上是小事 但是有时候 你的学生在安排座位 你知道吗 他两个死对头 你把他安排在旁边 你上课就会很辛苦 所以这个也能可以说是蝴蝶效应 所以有些小事是要特别去留意的 然后像有些小朋友一吵架 你可能就要先 先制止 搞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心结 从核心就开始处理 不要就把他放着 尤其是国中 因为国小还好 国小比较纯真一点 课前朝 课后就合了 就一起玩 但是国中之后就会忌恨 那个忌恨就会越来越大条 变成死敌这样 所以 可能一开始就要很小心 像这种一开始就要很小心 后面才不会很大条 就可能都是你要考虑的部分 那行政上面有时候 某些小细节要动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分辨清楚 哪些是属于很重要的小细节 对于那种很重要的小细节 你就要特别的去留意 比如说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 那个对老师来讲 邀请长官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 那所以就 如果要邀我就全部一起发 对不对 发邀请栏全部一起邀进来 哪知 他们会有派系的问题 所以你邀了A就不能邀B 对不对 邀了A又要B 你就会被白眼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行政端 那个 对或者是校长端 他就会特别留意到这种小事情 对我们来讲是小事 但是可能会 会影响你日后学校的一些 协助的部分 所以他就会可能长官会认为说 你就是那个什么议员的人 你不要找我了 可能会有这种派系的问题 好那所以 你平常就要跟人家搞好关系 这我讲一件事 以前我们的祖祭 就这个学校 祖祭都要轮流 然后 因为我平常其实 因为就是在学校有一阵子 然后在 在那个人际关系我就 算是还不错了 所以我们的祖祭呢 我也常常请他喝咖啡 所以 有时候后来我们有一个新来的校长 他就在那边抱怨 他说 嘿 我们的祖祭是怎么回事 我要买东西 都不给我过 这样 连校长 然后 为什么你邱文是买东西 都没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的祖祭 我想各位老师 你要有这个想法 祖祭也是人 祂会有祂的情绪 在祂的业务上 祂必须要合法 那所以 如果 如果这个祖祭 对你 没有任何的勤奋 我自己没什么感情 你送来的东西 我就是依法规定 就是法令说可以 我就可以过 法令说不行 我就把你退回去 所以 你不明白这些道理的 你就会很辛苦 因为你也不懂那个祖祭的法令 所以就一天到晚碰壁 但是如果你跟他搞好关系 现在会变成这样子 你送来的东西如果不合法 他不是直接退 他会跟你说 舅老师 舅老师 你这要怎样做 才会合法 所以你要这样做 所以我就回去改一改 就给他就过了 所以 你真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会有关系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平常你就要搞好人地关心 做事就会很顺利 我们就是因为搞不好长官的关系 这个还在学习 真的是有时候就是遇到才会知道 所以 所以就是要学习 另外就是我们 尤其是做行政的 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一边做 其实我以前就会有一个习惯 我在办比赛 我就会一边把那个 过程中所有要改进的部分 我就会直接先记下来 然后所以事情办完了之后 我就会直接去修正我下一个年度要办的计划 我就会先修 因为放久了你会忘记 所以事情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先修了 那修完之后等到明年你要办这个事的时候 我那个草案已经是去年经过修正的 那我在拿出来做讨论的时候就会很顺 就会非常的顺 所以就是你不要等到那个 但是新人就不会知道这些美感 他就办完了放大价了 等到明年要办的时候就好 我已经忘记去年有什么要改的 然后又重新来 全部又重来一遍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那日常呢 像这个谣言这一件事就是 真的不能轻信 有时候会因为 明明你跟他很好 我跟你很好 但是可能就因为我从 那个另外一个人某一个路人讲 就跟你说那一个人 在外面说你怎么样 说你怎么样 然后你就 你就突然对你的好朋友 就起了偏见 然后从此不跟他讲话 然后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疏远他 然后他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 两个从此就不讲话 所以这种现象常常会有 如果你真的去 去找他来问说有没有这一件事 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不是这样讲的 那个头尾 那你就会把你的误会化解 但是真实情况大部分都是第一个 所以 那个人言可畏这件事情 真的是这样 A传到B,B传到C,C传到D 就是蝴蝶效应 就是不断的扩大 就会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 那同时呢 如果你要利用他 是不是很简单 我跟各位讲 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会行销 应该以后如果去做生意 应该是很厉害 我如果今天要开一家店 很简单 那我就做两件事 第一个 点书 找写手 来写 到处去放送消息 第二个 我的店前面 我找一些工读生来排队 台湾最喜欢排队的店 一窝蜂现象 所以只要做了这两件事 就算你本地吃过不喜欢 那个外县市的 若一不绝 所以 所以这些都是 就是 虽然 不管这个原理是一个 不管这一个东西 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那其实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利用他的好的那一面 把他用在好的那一面 所以那个 坏人 坏人用正法 那个正法 易邪 邪人用正法 正法易邪 就是你坏人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都可以被你用成坏 但是你好人 你用邪法易正 就是你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即使那个方法是邪法 但是用到你手上 你可以把它拿来用在正确的用途上 所以这就是 就是可以 可以运用到的 所以像我 我昨天有讲 我在公布我的课程的时候 那个 混成线上的部分 我有先打预防针 对不对 就是我有先讲说 我是以实体课程为主 那线上听的各位 就是 我们因为要顾实体的 所以你们只是旁听 所以如果我没有时间顾及你 你不要骂我 所以我有先打预防针 如果你没有先打预防针 这时候那个不知道的人上线来上你的课 就会开始骂 老师如果有问题 你怎么都不理我 就会有这种状况 但是因为我们先打预防针 所以这些人都知道 我是来旁听的 所以老师如果没有空 顾我的时候 我是不能有什么意见 所以这个就是你怎么样拿来 怎么样跟你有关系 你平常可以怎么用 就是你该思考的部分 所以我就开始安排我的具体的行动 所以如果我是导师 那我就会把班规里面 就会规定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觉得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 你要先问自己三次 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然后请你写下来 比如说你打人了 或者被打人 那你就要先问自己三次 我为什么打人 然后那个被打的那个人 也要自己问自己三次 我为什么被打 然后要写下 因为透过这个写下来的过程中 第一个他情绪舒缓 第二个他 他有开始想自己 为什么犯错 或者被人家打 为什么被霸离 那心就平静下 然后也可以把那个失去给理清 冷静下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追 追溯那个根源 到底问题是发生 发生什么问题 那同时你这个 这一个过程你经历过之后 将来老师再来问你 为什么发生这一件事 那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 这个也是 也是在教那个后设认知 蛮重要的历程 所以如果你日常生活就这样训练 你的小孩未来会很有自主性 会很懂事 所以我们就会 附近思考这件事是很重要 好,再来呢 我也可能会规定他 任何事情发生 先以第一性原理思考 为核心 就是 让他去追本溯源 到最根本的一个核心问题 到底是什么 所以以我们昨天那个例子 你今天为什么迟到 我 我昨天晚睡 所以 所以我晚起 对吧 你昨天为什么晚睡 因为我昨天打电动 打到半夜两点 你为什么打电动打到半夜两点 因为电动很好 所以我欲罢不能 那为什么电动那么好玩 因为他都会称赞我做得很好 我就算失败了 我这个过关失败 他还问我要再来一次吗 所以 所以老师就会知道 原来学生需要很旧感 需要他在受挫折的时候 你一直给他信心 一直鼓励他 那个就是根本的源头 所以如果你知道了源头之后 你在你的焦觉上做了这样的改进 我的上课就让他 第一个让他设计 把我的游戏设计在你的心流通道 就是不会太难 他刚好可以克服 然后过完关之后给他一点奖励 然后再下一步再升高一点点难度 不会太难 他又刚好可以克服 不会难到说他要放弃 然后又不会简单到他连做都不想做 那个叫心流通道 好 所以 这样子他就可以跟着你的步伐成长 会很愉快的跟着你的步伐成长 好 所以 所以我们就会去 把这个东西把它更具体化 把它设定在班规里面 然后或者是在教学的时候 训练 规定小孩说 你讲完你的看法 你要讲你的知识证据是什么 就每次你讲话一定要这样子 你讲我觉得 他是错的 你要讲说为什么 那个观点 知识的 论证的观点 或者甚至有数据 因为根据 什么什么什么 的说明 或根据上次什么新闻里面的 什么 他的证据在哪里要讲出 这样你的小孩不管以后去哪里跟谁讲话 都是 都是言而由理 然后甚至 像这个 这个也其实 这是运算之为的系统拆解 复杂问题 先训练他拆成小问题 那小问题他就比较容易解决 然后 但是你在拆解的过程中 你会了解那个大问题跟小问题的架构关系 这些都是可以放在里面训练的 延伸的部分 然后比如说生活 习惯的养成 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很穷 因为学校没有教我们怎么赚钱 台湾的学校教育 国中小 你现在讲国中小 国中小都教你怎么做一个 怎么去找工作 去塞那个职业的一个坑 对不对 国中小都是这样 没有老师教你我以后怎么自己创业 怎么去用钱生钱 国中小是不教这一个 这是台湾教育的很奇怪的点 但是以后会有钱的 都是 因为他知道怎么用钱生钱 他知道怎么创业 只有这两种会有钱 好 所以如果我们从小就训练他的生活习惯 以后我想当富爸爸 我不要当穷爸爸 所以我就要 这个很根本的这一点观念就要先改过 就是你在花钱之前就要先思考 这是投资 这写错了 投资还是负债 如果这是投资 那我就给他花下去 因为他会让我长脑袋 会让我长技能 或是他会让我直接生钱 或者是他会产生被动收入 这个都是叫投资 那只要他是投资 就值得你花这个钱 即使再贵 他都会有报酬率 那如果他是负债 比如说花下去就是爽一下 或者是说花下去就是一个爱慕虚荣 那人家你买一个iPhone 结果你那iPhone你就是打电话而已 你也不会拿他来做生意 也不会因为有了iPhone让你的交绝更好 或者让你的这个生意更发达 那只iPhone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显摆的工具 如果说你为了是 你为了你要打进上流人的圈子 因为我要做金字塔顶端的生意 那我的格调就必须看起来要高 那这时候你买那个iPhone 他就是一个投资 但是如果不是那就是一个负债 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 领着最低薪资 可是手上却拿着iPhone的这些人 他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种 都是负债 都是属于负债 所以当你要花钱 如果你这个观念 从小就让孩子建立 告诉你这个小孩 以后会变成父爸爸 那因为我们都是 都是从小就没有这样的教育 所以我们这一代 我们邱家这一代 可能不会 但是 如果我以后我有孙子 我一定会从这个开始教 会让他有这个观念 那以后未来三代我们邱家可能就会很有钱 所以 所以这是你的一些具体的行动 所以请你呢 找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你可以想任何的事情 甚至你用 那个 我们唱歌发声的事情来当 来当这个议题来当 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火车出轨的事情 随便你都可以 社会事件也可以 什么你想学习到理论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最近听到什么 AIGC的这种技术的问题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当作议题 什么都可以当放主题 然后你要去想他的知识 比如说如果你这些放那个 AIGC 那你就要知道说AIGC是 可能他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他可以 可以在哪些方面被广泛的运用 你就要去想这些问题 然后跟你 我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那我可以怎么用这样 时间还给各位 请各位认真的做作业 这一次会给你做完这个作业 因为 就是要训练 这个基本功 所以一定要让你整个完整的完 完整的完一次 那 这个心法的新制度很奇怪哦 就是你要动手做才会有感觉哦 所以一定要动手做 所以我们才叫工作方 就不是延期哦 是工作方 你有任何问题可以举手 我们会过去看 那如果任何 需要协助的 我跟那个 蔡依林会帮忙 如果你做完了 如果你做完了就可以贴到我们那个Pare date的作业 那个7月14号的第一个 你就截图下来 截图贴进去就可以了 记得要写名字哦 谁交的作业 然后那个你们昨天已经有一些人做完作业 写Email给我 要那个软体序号的 我还没看哦 我这两天会找时间赶快处理一下 我们有送那个两个软体的序号 所以今天刚来的不知道哦 还有线上的朋友哦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 写作业 今天的四个作业都教我们有送软体的序号 一个是桌面录影的软体90天的完全功能的序号 第二个是那个影片下载的全功能的软体 30天的全功能的序号 所以你只要作业做完写Email给我 我就会送你序号 名额只有50位 有Windows版本跟Mac版本 那就是用完为止的 如果真的太踊跃 我就再去跟厂商凹一下 好大家加油要实做哈 这个线上的也不要偷懒 赶快给我做起来哈 你不做的话真的学不到 这个很奇怪哦 这个东西就是要 自己操作才会有感觉 智慧才会提升 如果你没有做都听我讲 我保证你下个礼拜就忘光了 所以要自己做 线上的朋友坐起来哈 不要偷懒哦 我可以跟你保证啊 如果你每天练哈 不要说每天练 一个礼拜至少练三次哈 把他养成习惯一直练一直用 我可以保证你哈 你的那个成就 应该会很快速获得提升哈 人生的层次会很快的提升 这是我可以保证的哈 有任何问题可以举手 或者是你突然搞不清楚 资要写什么 资要写什么 资要写什么哈 你都可以问 然后你可以自己写 你可以问ChairGPT 但是呢 你一定要自己想过再放进去 所以你可以打开Copiler 你可以打开ChairGPT 在资的部分 你可以大量的先去了解一下 各方面各种管道先去了解 了解之后 全面的知道之后 你去想说 那我怎么可以怎么用 你用 但是你要腾到新制图的部分 请你真的思考过再腾进去 你不要去GPT打开 就直接给我贴过来 那个没有经过你思考的东西 那是垃圾 经过思考的才会是真正的智慧 那搜寻知识的管道很多了 除了那个GPT Copiler之外 你现在看线上影片 网页搜寻 都可以 甚至跟隔壁讨论 跟这个 线上的友人讨论都可以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认知都会不一样 所以会有不同面向的想法 这是会是更宝贵的 你不要嫌我残忍 一定要叫你经历这个历程 我们是很花 需要你动脑筋 花脑筋的 我们的课是需要思考的 只有你越思考你的脑袋才会越灵活 各位加油 那你那个思的 思或者行那些策略 如果你真的平常 你没有在思考脑袋比较恐固力 没有关系 缺了GPT还是可以问一下 他蛮有创意的 因为应该有很多人想过这些问题 所以网路上应该也会有一些 资料供他做运用 所以你真的没有想法 还是可以问一下 那我是鼓励尽量自己想 自己先想 然后再给他补充 因为你有想你的 脑神经就会 那个土促就会长出来 你没有想那个 你的神经土促就会 那个神经就会断掉 就会固化 然后反复的想越多 你的那个神经连结就会连在一起越多 产生越多的这个神经元的细胞 那将来你就会有那个类似 刚刚讲那个先知的那种想法 或者是你会觉得突然哪一天 上帝要告诉你什么了 你晚上会睡不着哦 会有一直有新的idea跑进来哦 我看到很多老师已经 开始用那个TRAILGVT CO-PILOT 了 所以当你需要工具就是很好用的东西 这样回去都可以就够了吗 还是一定像你的什么序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都是 但是网路上他免费的大部分都会有扣答的问题 但我只是要用这样子就够了 就不用再去给他买 如果你 因为他大概就是好像每天三个吧 这个 三个 还是只能做三个 对 所以 每天就把它重新开始 三个这样 那我有个不能存 我现在如果屁我这我做好了 他会存在里面 他会存在你的账号 对对对对 会存在你的账号里面 可是他会每天只赢三个 他的政策好像是只能三个 而不是每天三个 我不太我不太确定 对 所以 所以 对啊 所以现在 那你就要 不然你就要考虑昨天讲的那个 用Share的GPT加那个 要转一层 加那个新版的X-Mine 就mark down格式 到那边去 到那边去 这样子就可以无限使用 比较不会的人 比较简单 对 对 你 所以就是 你看 有钱 这个 没钱万事不行 都要靠自己 有钱 什么事都好解决 时代就是这样 所以 AI 这种东西绝对会 扩大资讯的M型化 那个边缘化 一定会的 不可能不会 所以工具就是这样子啦 免费的就会有扩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交钱 那你就必须转个几手 从Share的GPT Mac down格式 然后再转到那个新版的X-Mine 这样就可以免费用 就可以用很久 那不然就是钱花下去 省麻烦 有钱人不缺小钱 其实这样看起来 这工具是蛮 如果 对你的生产力是有帮助的 那你一个月花个 200块花个600块又怎么样 绝对会比你 那个 第四台 值得 而且现在网路那么发达 谁还在看第四台 都用网路在看呢 糟糕我这个沿袭 会让那个 第四台没有生意 对现在那个已经很多家倒了 都慢慢在缩减 你要经过完整的一个流程 自己要RUN过一遍 你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Mine 在哪里 然后RUN过一遍就会有感觉 把你RUN第二遍RUN第三遍 然后再把它用到你的工作上 用到你的生活上 你就会很有感觉 你就会 你就会发现 我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完整的想法过 然后现在用了这个你就会发现 我还是很厉害的嘛 然后你的长官应该也会称赞你说 你越来越有想法了哦 很完整哦 如果你有很多方案对不对 A B C 方案列出来 长官会更高兴 我可以选 A 可以选 B 可以选 C 然后你的 A 方案 优点缺点是什么 B 方案优点缺点是什么 那你长官会更高兴 因为你给他所有参考方案 他都可以 依据他的 依据学校的这个愿景做选球嘛 选择嘛 那选择之后 因为承担责任在长官嘛 他就自己会去 选那个最好的方案 所以一个人的这个 高阶思考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种工具 这种思考模式 就是每一个领域都能用 不管你是学生 不管你是老师 不管你是在外面工作的 不管你几岁 这个都能用 不管你要用在 休闲生活 用在你的工作 或者是用在 娱乐 用在什么方面 都 用在学习都可以用 几乎是万用的 几乎是万用 所以就有了吗 你的具体行动方案 最好要根据你刚刚前面的想法 你每一个想法 都要有相对应的 具体的行动方案 这样才能呼应你的想法嘛 如果你觉得 阿达玛呼辣呼辣的时候 那个 咖啡可以喝一下 那个香气 会让你的脑袋 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喝金饼咖啡的人 就是手冲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仪式 他是一个仪式 让自己心静下来的仪式 贴过去 没有啊 贴过去 那个分享 分享 你贴 你只要结这个图 你没有还要修改吗 没有 我有在想啊 我现在不是在 你如果要修改的话 你刚刚那边要用分享 然后把 把那个 档案再从这边汇进来 你就可以做那个姿势型的修改 我可以汇过去再修啊 不行 对啊 对啊 可以啊 就用分享 我用分享 分享 然后呢 然后 汇出 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Xmine的档案 对 然后你去Xmine那边 先把那个Xmine档案打开 你再开一个 对 再开一个 哇 再开一个档案 新建档案 不是 开启旧档 你要开启刚刚下载的那个档 我还没存 在这里啊 那你要存一下啊 那你最先 这个档 我这个是 定存新档 嗯 到桌面 都可以 看你这里 好那你两个档案都开了之后 你就可以 把那个复制 到这里来贴上就好 然后你就开刚刚那个档 开启 开启旧 对 不是旧的啊 开启 开启档案 对 然后你刚刚 这个好 打开 不 这是这一个 是那个 开启档案 你刚刚放哪个位置 你刚刚放哪个位置 在桌面啊 可以 桌面吗 你刚下载的 你再下载嘛 刚刚下载 这个嘛 好这个打开 开启 开启 对啊 因为它是从YouTube抓的啊 对不对 好那你把 你把 这个怎么变这样了 格式有点乱掉 没有关系 你把 你把这个节点 全部复制 全部选起来 这样 是吗 这样 我看一下 看一下 多小一下 看它会说正常 看 今天 这也是你的眼镜 对 那我的老花 对 那 我需要换回去 你就把这 四个节点嘛 复制 按右键复制 嗯 然后到你的图上面 我就先 先贴 你贴在这 贴在这边 然后它再来 贴上 然后位置再动就好 这样不就进来了吗 所以 你这个已经是 你这个已经是运算思维的 分 系统拆解 你现在在分布处理 我现在只处理这个小疫情 交的啊 对对对 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已经学到第四天的课了 这是第四天的课 诶 这样我老婆会嫉妒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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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对 教会人家 自己学的更多 啊 校学伴 所以你可以教他 吗 那个旁边如果有不会 你也可以教他 为什么 因为你教人家的同时 你会学到更多 哎那个叫校觉伴对吧 就是教别人自己会更多 这是费曼 学习法 费曼学习法 教别人自己会学到更多 所以有机会的话尽量教别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开 像有时候那个 社群里面有人会开一些线上快展课 他不收费对不对 为什么他要先开 因为他 教别人之后 他自己又会再更精进 然后更精进的内容 他才去开那个 收费的线上课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有机会就尽量去教别人 那你自己会更精进 这个我就想到这样应用 可是我后面比如说 地址分组什么 我是放在行吗 还是这边在出去 这边只是一个想法 就是他跟什么有关 他可以跟什么有关 所以 想法就好 这个应该是在这里 实际的行动规划 实际的方案 很具体的方案要放在行 那所以这个是应用吗 这个算了 这个在这边是对的 因为你没有细部的内容 细部内容要放在行 比如说你座位要怎么安排 所以我这里还可以 比如说这个就是座位安排 对对对 好 谢谢 嗯 那就会啊 那就会啊 你会做 会做啊 会做啊 对 那现在你这个 你先收下 对你要成就 那你要什么样的行 没有 开 开另外一个档 对 开启 刚刚下载的那个 不是新建 开启 把刚刚下载那个开启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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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找到刚刚下载的那一个 开 这个 开 然后把它 把那个节点复制 是 比如说我这个字很多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很长 可是我这个字很小 如果我把它缩小的话 它这个好像就会变成这样 看 那一开始 我们还在构思阶段是 不要去管那个格式美不美 因为那个会妨碍我们失去的进行 所以你就是先不管它美不美 你就先把想法都弄上去 对 不是 我是老师我要拉到这边吗 不用它 你只要拉到它的上一层 它就后面都会带过去 对 对 对 就是 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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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上一层 那你的上一层 所以你要拉到中间 或是 你可以选整个 你这整个鼠题 因为你这个格式已经乱掉了 拉这一层就好了 按右键复复复 对啦老师 这样就是有了 这个已经是你的鼠题的第一层 我看它简简简 就是已经拉到 不是 不是 它有变蓝框 蓝框 好 然后你就到这边 看你要贴在哪里 贴在这里 支 支 支这里 没关系 或者你贴在这边再去移也 没关系 贴上 贴在这边 好 然后你再去移动 再去移到支下面 这样 反正资料就进来了 第二遍 再去移动就好 你们两位很棒喔 他在家里都不问我 他都要去外面给别人交 他不要给我交 他都要去外面给别人交 他不要给我交 哈哈 你看我在家里 我又不跟他收费 对不对 他就不问我 哈哈 没有没有是这样 他可能 他可能怕我骂 因为我们在外 我们在 我们在外面交 那个脾气都会很好 但是我们对自己人交都会 你怎么还学不会 我就会很生气很奇怪 这是人性 所以我们家孩子也不喜欢我教啊 所以我们家孩子也不喜欢我教啊 对 但是可惜的是 我又找不到别人来教他这种东西 是 女王只要下指令 你根本不用做事 那么辛苦干嘛 对 我这一辈子生下来就是要享受的 嗯 好啊 知如果差不多了 就要往下一步走了 你可以先想 然后之后如果有新的知识 再慢慢补别的关系 差不多要往下走了 如果你还没有进行到那个 施跟行 因为工作方时间还是有限 所以你要往下走 我希望你能跑完整个流程 好 我知道知对你们来讲很简单 因为各位都是老师 学习都有方法 但是施跟行 你平常很少做 我就是要叫你做这个部分 平常没有知跟行的老师 上课就是照那个指引 就是照着指引交 这种事不太好 你找那个回复上一步的按钮 好大部分 Ctrl Z 也通用 Ctrl 加 Z 是大部分通用的 好那个回复上一步了 提侦老师讲 你大部分的软体 你做错了不小心要回复的话 就是Ctrl 加 Z 大部分都通用 按一次就回一步 按两次就回两步 但是也是还是有一些软体 他 收钱的还那么龟毛 这种就会让人看不起 好那如果你已经全部都 三个步骤都想完做完了 你除了贴作业之外 你可以跟隔壁的分享一下 请他提供你一点意见 提供你一点想法 因为有时候太自我也不是很好 因为你想的可能跟别人想的是 完全不搭嘎 或是说你会遗漏某些面向 那这个后面是不是都还要再说明 要怎么做到 对要非常的具体 对 那这边不用具体 这边那边就是一个想法 所以这里后面还要再具体 对想法可以天马行空 但是 那个行是要可以具体落地的计划办法 非常 比如说你作为 你的一职分组是要怎么安排 这是要说明的 对要说明 对 这个后面要说明的 对 比如说是怎么样要安排一职分组 是教学活动的时候 还是呢 你上课的班级经营本来就 就是 座位本来就是这样子分组的 这个就是让他很具体 这样你比较好实施 对 好 你分工协同要怎么分工 嗯 什么东西要分工 对 啊 啊 啊 来来来 等一下 只有这两个是甜的 你先自己讲一下你是谁 好 要分享什么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是密集 我是西林国小 西林 西林 欸 你们的手工摇烤披萨勒 哈哈哈哈 没有在 在烤 就算在那里 哦 就放在那里 赖 浴 浴 蜜 我习惯看看 那个 各位老师 你有口福啦 那个西林国小 赖浴蜜老师 自己手工做的 客家菜包嘛 对不对 客家菜包 欢迎取用 好 那个 下 今天下课之前要把它吃完 好 老师 你的太太也在道香国小是吗 呃 她是临时待客 也是在我们道香国小是吗 哦 中校也有 我想说 刚刚一直说到你太太 是这位吗 对对对 学校有需要也可以找啊 就是 带个几堂 或者一两天 都没我们 到凤仁的话 凤仁还好 凤仁吗 可以吗 原来你一直讲说 你太太在 我最想想说 你太太会 原来是 出人在这里 我会在想说 他最次会特别讲到太太 我才想说 是不是他太太在这个学校 原来在今天 所以我上课就比较不敢乱讲 哈哈哈哈哈哈 每一个感觉都很想说 他没办法讲 他没办法讲 快乐 大家 快多餐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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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午餐煮一下 那個午餐 午餐要跟他拿錢 我老婆會給錢 然後拿收據 我有跟他 來各位看一下 菜包 客家菜包 看得到吃不到 我來幫你們吃 有各種不同口味 羨慕 老師可以把那個訂購資訊貼在訊息裡 MIT的訊息啊 還有超仔粿喔 對啊 哇謝謝謝謝 想吃來我家 沒有 好各位再努力一下喔 快要吃飯喔 那個姿姿型 那兩 最後那兩個步驟都要想喔 你一直在吃一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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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 我們 人類消耗 消耗 那個 養分最大的地方在腦袋 腦袋一天會用掉三分之一的你的熱量 所以尤其是像我們這種課 一定會消耗大量的腦袋 很燒腦所以需要養分 好 距離中午吃飯時間還有二十幾分鐘 你一定要把那個 字根形給寫出來 啊 如果你等一下寫不完 那個用完餐之後要趕快回來寫 如果放學之前交不出來 我關門放狗 開玩笑啦 就是要故意讓各位經歷這一段 用腦 燒腦的過程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每次呢 會發生這種不能做那個動作 數字的右鍵那個 我要先縮小 他這裡 對他那個格式 沒有你就複製這個 你就複製這個 那你就這樣點選 Ctrl 點點點這樣 這樣也可以啦 複製 然後再去那邊貼上就好 對對對 我們平常選檔案也是這樣子啊 你要嘛就一次拉 要嘛就是Ctrl個別點選這樣 對對對 對對對 不會這個是算是 算是通用的 通用的計 不會吧 真的假 哇 各位你記得檔案存一下 有人電腦盪掉 真的盪了 可是滑鼠還在動 那你等一下等一下 游標會動還 還有機會 你再等個一兩分鐘 他緩過來之後 那你就趕快先存檔 這邊有還原系統 所以有可能重新開機就會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去演習啦 我們在做自己檔案 要嘛就帶隨身碟 對 要嘛就是連雲端 會丟個備份丟個備份 這邊 貼到那個Petalette 我的網頁上面有 有連結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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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一個7到12月的作業 這邊 這裡 然後貼在7月14號的這裡 所以你按加 把你的截圖 截圖直接Ctrl-V貼上 截圖怎麼截啊 截圖怎麼截啊 截圖 用那個啊 剪圖工具啊 那做完才能吃便利 沒有啦沒有 沒有那麼嚴格 我會被投訴 害我好焦慮喔 想說都慘了 還有20分鐘 這個工具我把它盯到工具裡 以後在這裡找就好 剪啊 剪啊 直接去 對 我先開新制圖 我就把這個剪下來 剪一下 然後 剪一下 然後就可以框起來 哦 這樣他就已經複製到記憶體了 那你就到 到這邊 在這裡你就Ctrl-V 然後 Ctrl-V 就貼上 就補一下文字 姓名 然後這是什麼新制圖 然後看要不要寫一下你的感想心 沒有啦沒有那麼嚴格啦 對對對 沒有那麼嚴格 等一下便當到了還是可以吃 你還沒做完還是可以吃 這樣不行 因為這邊 對齁 這邊不能吃東西我忘記了 好了齁 終於 還好 所以他就是可能不知道突然在忙什麼 然後就卡住了 所以我們去外面如果用別人的電腦 我們都會習慣檔案存一下存一下 存一下 你們如果去外面啊 上課用別人公用的電腦 你的做的檔案一定是 最好是帶隨身碟去的 隨時存一下存一下 或者連接自己的網頁硬碟 然後也是往那邊存一下 那其實我不推薦你檔案直接在 隨身碟上存取 不行 隨身碟很容易出狀況 你直接把檔案開在隨身碟 然後在上面做作業很容易出事 隨身碟真的 真的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把檔案放在電腦裡面 然後就是不定期的存一下存一下 存到隨身碟備份這樣 這樣會比較安全 對 因為你要看它的串流設定 如果 如果 沒有它要登錄帳號 那你是把那個登錄的帳號設定在 設定在一開始就連線了 所以你電腦一開它就會直接連線 所以如果你要做你剛剛那個動作 那你就要先在刪檔案之前 先把它斷線 你那個雲端硬碟的設定 先把它斷線 離線之後 才去刪你要不要的東西 然後記得刪完之後不要再連線 因為它還會同步 對 如果你要做刪除 所以我會建議 如果你要備份一些東西 然後要整理一些東西 你就把它整個 你要的東西先全部call到別的地方去 再除以 那是你看那個串流的選項 它有兩種 一種是要不要在本地流 流cash 串流它有直接串流的 就是你要網路才能用 然後一種是 就是你有勾那個在本地的硬碟裡面 有同時有cash的話 那就是你即使沒有網路還是可以用 等它有網路的時候 它自動會再同步 這兩種你要去找一下設定 在你的那個雲端連結的設定裡面 對 這邊 對啊但是你還是要知道你的檔案到底在哪裡啊 不是隨身碟 不要在隨身碟上面編輯檔案 很容易就掛 真的 我們做網管恩年了 我一天到晚聽到老師 我在隨身碟上面 開一個word檔 什麼編一編它就掛了 所以請各位不要在隨身碟上面編輯 它會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它速度沒那麼快 第二個它就是 就是像這種 即時存取的吞吐量它沒有很大 對那個晶片 有時候是那個線的問題 所以不要在行動硬碟裡面編輯檔案 不要在外接碟在那邊直接編啦 你可以檔案複製來複製過去 對 對 因為它中間檔案那個傳輸的過程中有太多東西 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它就會掛 比如說那條USB線 或者那個插頭突然就接觸不良 或是那個傳輸的晶片就突然故障 或是那個行動硬碟本身的那個主機板有問題 這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你的 你的檔案就死了 對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在本機硬碟編 編完了或者固定要備份才扣過去 這樣 檔案救援是很貴的 所以如果像這種 如果你發生過這種事 你就會覺得買硬體的時候花一點錢 就是算正常的 你的設備搞好一點 你就日後沒有這種困難 這是通常都是你遇到那個困難的 你才會覺得這個是OK的 在你沒有遇到過困難 你沒有被這樣 處理過之前 你都會覺得幹嘛花那個錢 沒有必要 但是你出事過你就會覺得那個很重要 所以電腦裡面什麼東西最重要 小孩的照片 對不對 所以你這時候就會覺得買一個外接硬碟 很貴的也沒有關係 拿來備份 定期的備份 雲端 雲端 其實 每一個東西都會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對 他剛開始跟你說100G 免費 你就用到爽啊 什麼都往裡面存啊 然後等到他 他覺得他公司收錢收太少 不能營運 他跟你說免費只給你15G 那如果超過15G要繳錢 那這時候呢 你已經存到80G了 請問你怎麼辦 你要不要繳 那你不繳就要把所有東西download下來另外備份 好就是了解的綱嘛 那你 你這個很怕麻煩 或者不知道怎麼做的 你就只好 套牢就給你套牢 不然怎麼辦 就繳錢 就按約繳保護費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像Canva那麼好用 我們已經到了沒有辦法離開他的地步 對 到時候他收費 或者我不當老師了 我沒有那個教育人員的那個Pro級的權限 那怎麼辦 我吃掉 對不對 你是付費的版本嗎 沒有 沒有 那你的一樣喔 你的情況一樣 你一樣是想用教師的最高權限 免費 對 是一樣的情況 沒有差 一樣 沒有沒有 那只是他的認證方式有兩種 你退休之後 你退休之後 如果說 他那邊應該是不會改這個 因為他 就是你前面已經認證過了 所以除非 我的意思是說 除非把你 如果是剛剛講那個就是 如果學校把你的電子有件收回 然後你或者你離開那個SSO OID的系統 你不能認證 如果你是用吃人的 他剛剛這種情況 你就還可以繼續用 我現在講的狀況是 我現在講的狀況是說 像有些網站 他是認你的即時的身份 所以如果你現在已經不是老師了 或者說你已經脫離教職 你就沒有那個EDU上的身份 你也不能過OpenID 認證過不了 那到時候你就會有這個狀況 那到時候怎麼辦 就只好乖乖繳錢買Pro 把你的資料轉過去 不一定 那是你 我是怕我們退休之後 可能就會有很多外面的邀約 來找你演講 對啊 對啊 所以搞不好 如果這個情況他當然要欣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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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密集喔 我跟你講 不是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只要有錢 所以我們都要去學怎麼賺錢 怎麼賺被動收入 怎麼讓自己有錢 不要為錢煩惱 只要這一件事情成了 其他事情都不是困擾 都不是問題 對 所以我們要朝有錢的方式邁進 這個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好 我們的那個總教練 蔣老師說 一顆主流容量的傳統硬碟 大概兩三千 保固兩到三年 但是如果你壞掉那個資料救援的費用 大概是十倍 就是兩三萬 那所以你每 你記得每三年 最好要去升級一下 換一顆新硬碟 因為那個硬碟大概年限四五年 就大概都容易壞 所以你除了換新硬碟之外 我會建議各位 最好兩份的備員的外接硬碟 我的習慣是這樣 所以我們家從小到大孩子的照片 我一定會存兩份的外接硬碟 這樣以免萬一哪一天遭遇不測這樣 所以定期儲存 定期會去做備份更新 這個是雲端嗎 我是不是要鎖定 不能保存或解除鎖定 對如果你要做 你那個資料是要 這邊當地的資料要 然後你雲端的不要 那你就要先解除鎖定 可是他為什麼說 在5、5、20分鐘後會自動鎖定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 因為 彎 彎 彎 對對對 只要解除同步 解除同步 解除同步 結束同步 結束同步 只是沒有執行這個程式 你下次開機 他一樣會自動連線 所以你去設定裡面 這就是設定 這就是設定 這邊 這邊 嗯 嗯 嗯 同步跟備份這邊 嗯 他是用1 drive 1 drive我沒有在用 改時間的 對 對 這邊是可以改時間 就是 對一般我們 像我們Google Drive 是在同步這邊設定 就是在帳戶這邊 他會有一個取消帳戶連結 取消帳戶連結 嗯 這個一取消就是 以後他不會自動連 不會自動連 但是兩邊的就分開了 就是他不會直接連雲端硬碟 嗯 就是你的雲端跟你的電腦就完全分開了 如果你取消連結此電腦的話 分開會怎麼樣 分開就是你就不能去取用雲端硬碟了 哦 那就不要好了 可是我這是可以 那我會建議你啊 你 你的 那個 那個倒是沒什麼關係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20分鐘他自動鎖定 欸 我們的Google雲端硬碟沒有這個選項 他的什麼自動鎖定是什麼意思 這消失了 對 所以他應該是設他整個的 全部重複 可是這樣有個壞處 因為他有容量限制 所以呢 1 drive是這樣的 不要設定對不對 嗯 我會建議 因為我們一般習慣還是會 串流雲端 使用 這樣是避免說你萬一 電腦掛了 你至少雲端還有資料 所以 還是都會同步 那只是說 如果你有些重要檔案 你是要備份的 你不需要他被 被破壞或怎麼樣 我們會定期把你的 資料整個摳到另外一個 磁碟 對 這樣是比較保險 像我們都會設備備份這一個 然後我現在1月1月20年度 我就備 對 只備這個1月20年度這一個 同步 其他的我都會丟在 因為他的 但是我現在不曉得 萬一我原理 我在外面 你直接跟電腦同步的話 不能夠同步的 你就存在本機啊 他沒辦法儲存 沒有 沒有網路 那就不能存存 你的直疊只有雲端硬碟嗎 你沒有那個西疊或低疊嗎 有啊 對阿你就存在那邊就好啦 下一人度 有沒有 這些地方都可以存啊 因為我不能上 那是因為他把你設定在 你的雲端 你看 剛剛那個雲端的設定 你看他同步的資料夾是哪一個 所以同步的好處 就說我在認你們的電腦 我一樣可以全部一邊我在教室 我在辦公室 電腦裡面的那一區 對 我辦公室裡面的工作室一樣就是 他沒有講說 我們會看到說你要同步的是哪一個資料 同步整個印碟裡面全部東西 這邊沒有的話他應該是 我印象裡面他應該是這裡的都會重複備份 那所以如果你的 我會這樣子 你有外接點嗎 有 就是你要存資料的時候你可以指定直接存到這邊 或是你在這裡 七碟這邊你另外開一個資料檢 那你所以你以後存檔案的時候 你就在選那個位置的時候 到這裡他就會存到這裡 你就他就不會自動去 就不會弄到自動同步那邊去 對對對 對 應該是在這裡 因為 這是Surface Go 是不是 Surface 這是什麼電腦 HP 也是一般的Window Window啊 對 對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 重要的東西我們都會隨時同步 如果容量不夠了我就會把他拉 那個備份拉出去外面 好各位老師 那個便當已經到那個昨天那個 跟讀樓一樓的教室的 那所以各位老師要吃飯的 就我們就可以先移動過去 我們下午是一點繼續上課 下午一點繼續上課 那所以各位用完餐你可以休息一下 也可以回來繼續做你的作業 好 那我們早上會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